前天晚上竟然有游览车 因为在雪山隧道里面 开车竟然开到没有油 抛锚了 还好是在内车车道 有一个闭车弯 所以司机是把车子滑入了 里面才没有影响交通 但是这个糊涂司机被开单了 这也是雪山隧道通车以来 第一次出现途中缺燃料 而被开了600块钱罚单的事 游览车顺势滑进内车车道 闭车弯 怎么会突然失去动力 驾驶赶紧下车查看 先开引擎盖要找哪里抛锚故障 后头同公司的游览车 也赶紧停下来关心 找不出原因 驾驶急着打电话求救 甚至惊动雪碎消防人员前来查看 创下雪碎开通四年以来 第一次游览车开到没有的记录 国道警察也开出雪碎首张 途中缺乏燃料的600元罚单 当时花600到1200 因为它没有影响到交通 昨天说没有影响到交通 你如果影响到交通 我觉得有3000几条 很好笑啊 这很好笑啊 我们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觉得会不会太扯 就太扯了 所以我觉得司机回来也是一直跟我们 就是打电话回来我们公司道歉 老板在我们老板在国外 国外看到打电话也回来就会很生气 很生气啊 连游览车公司人员都觉得离谱 但驾驶解释 当时游表显示快要没油 因为空车想撑回公司再加油 但没料到雪碎宜然往台北方向 是上坡路段特别耗油 才会一时判断错误 幸好抛锚时没有占用车道 不然罚单金额会更高 而这张罚单糊涂的驾驶 只能自己认赔乖乖缴纳当作教训 明日新闻陈建廷李志瑞 黄富裔宜然台北报道